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那麼台北股市今天可以說是AI 展開一個反彈的動作 那這個AI談的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可不可以追呢 現在在投資人的心裡面 可以說是五味雜陳 對吧 那這個時候我建議大家 也不要想太多 就是你用科學的角度來看就可以了 老船長這話怎麼講 很簡單 AI的股票一大堆 難道一二三七步走每一個都一樣嗎 不是吧 那這個小朋友都知道的道理啊 不用我在這邊贅述對不對 好啊 對啊 老船長講的有道理啊 那接下來呢 所以你必須要用科學的工具 來判讀每一檔的AI 因為有些AI 它現在在空方架構 還沒有翻多 還沒有翻多 有些AI呢 它已經翻成多方架構 這是第一件事情 請你寫在你的筆記本上面 那至於你手上的AI 現在到底是在空方 還是在這個多方架構呢 等一下我會舉一點例子 那我現在不願意啊 從頭講到尾 因為很多人不安裝 我們的軟體啊 每天在那邊看我的節目 對不對 那我其實沒有必要 也沒有義務啊 每一天把我節目 大部分的時間啊 貢獻給這一些 有AI的觀眾朋友 當然基本上 他們會員是參加 可能別的老師 那到現在還沒有辦法解套啊 對不對 就以今天的這個 3231來看好了 這個跟真的一樣 大家去想 它今天爆出20萬張的量 對不對 誰今天買尾創會賺錢 我告訴你啊 它收盤收在這裡 對不對 換句話說 你只有一開盤去買的人 收盤小賺 比手續費多一點 你只要買在這裡的 這一條線 你只要買在這個 收盤加這整條線 都虧手續費嘛 那你買上面的 尤其這邊爆量 全部都套牢 對吧 而且啊 注意啊 收盤是收97塊3 距離 解套156 還找得很 各位注意看喔 這個是小朋友的量 對不對 這個是大人的量 那尾創今天這樣子漲 收盤它到底翻多了沒有 我們現在喔 一起來看 來 3231 尾創 各位看一下喔 請導播照鏡 他今天很努力的拉 但是呢 還是沒有辦法翻成短多 但是喔 王冠黑已經站上了黃金線 請導播照整張 停 站上了又如何 在這邊翻紅的時候 我就打差 跟你們說 王冠紅的股票也很多 千萬不要買AI的 我有沒有講 這邊 都可以翻成短多王冠紅的 我都打差 叫你不要買 去買別的 會更好 對不對 那你這邊呢 又怎麼樣 這個是偽創 對不對 當然也有翻成王冠紅的 舉例 3324 雙紅 各位看到沒有 今天翻成王冠第一紅 很明顯 它就是比偽創要來的強嘛 各位看 對不對 雙紅的位置在這裡 偽創在哪裡 看一下喔 在這裡 天差地遠 所以你買對AI的股票 你現在可能是解套 甚至接近解套而已 但是呢 有的還賺錢都不一定 但是你買偽創的 不好意思喔 就要等得比較久了 那我說過 年底錢都不會解套 對吧 那麼還有一檔 比較悲情的 2356 陰葉達 我今天代表的講一下就好 它連黃金線都沒站上 換句話說 偽創也比它強 來看一下 更弱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買在70幾的怎麼辦呢 年底會不會解套 打差不可能 好 講到這邊喔 大家稍微有個概念 就是說 AI的族群裡面 經過了一段時間 你買對的人 你可能套得比較少 甚至你也許小賺到今天收盤 那你買錯的人呢 你呢 會虧得一褲子 就是這樣子 那雖然呢 有一些是王冠黑 有一些是王冠紅 就是他們的強弱 短線 這沒有一定的 對吧 可是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我常講喔 覆巢之下無婉卵 尤其是喔 人多的地方 老船長這話怎麼說 各位去想 你看喔 一個偽創今天的成交量 高達多少 20萬張 昨天才5萬9 今天蹦出20萬張 換句話說 大家對於AI的執著性 非常的強 就是說在他的腦海裡面 只有AI才是股票 然後呢 昨天網路上就開始 有一個分析師 對岸的分析師 那家傲也很會胡說八道 他說喔 這個AI又不得了 又接到什麼大單 我跟你們講 這個喔 有些事情是 逃得了和尚 逃不了庙 老船長這話怎麼說 各位要去想 你要這個NVIDIA 對不對 你接訂單 中國大陸的拜登拜老頭 叫你不能夠輸往那邊 你就把訂單呢 撒到全世界各地去 那全世界各地呢 接單 那最後要做成成品的時候啊 你要賣給鬼 還是要賣給人 老船長這廢話 當然是賣給人啊 喔 那全世界第一大市場 跟第二大市場 就是中美嘛 對不對 那中國的市場已經掛掉了嘛 那你們告訴老船長 消費性的電子產品會好嗎 絕對不可能好嘛 換句話說 本來對於2024AI的營收跟EPS 有很高期待的 現在你要打個折扣嘛 至少要打20% 折扣20% 連輝達的執行長黃仁勳 他親口這麼講 大概影響一到兩成 對不對 我管你其他什麼對岸 什麼分析師神經病啊 叫他好好的去分析他的 他們的路股 路股已經 我跟你講也三千點了 跌破以後再站上 我覺得還要再下 為什麼 你現在去對岸看 那個 尤其是富士康 他們現在大局要撤離中國 那 你去看看周邊的那些商家 門全部都關掉 以前靠富士康的員工 在吃飯有沒有 哇倒一整片 不得了 那現在工廠啊 人都移到怎麼樣 比如印度啊 越南這些地方 因為他的勞工的價錢 比較便宜嘛 那蘋果把價錢壓得這麼低 對不對 這些台灣的代工廠 已經搬到大陸去生耕這麼多年了 就大陸的工資一直炒一直鬧 要漲 所以也只好怎麼樣 往外遷移嘛 這也是歷史上都會經歷的 對吧 所以說 我認為中國這個大的經濟體 全世界至少排第二的 它的消費性已經不行了 那這麼說 全球的消費性的電子產品 你都要給它打折扣 再加上這個禮拜五要公佈 十月份的營收 我聽到分析師說 什麼十月份的營收 AI絕對沒有問題 我看問題很大 對不對 盤中就很好笑 這裡剛好有那個連線的分析師 我剛好電視開著 我就聽他講 這個地方不得了了 AI絕對沒有問題 這偽創 絕對要衝到一百零幾塊 絕對沒有問題 他講完以後 就開始一路往下走 看圖說故事 害死一堆怎麼樣觀眾 所以我說你們看電視盤中 你把它開著有個聲音 你不容易睡著 這樣就可以了 他們講的你不用相信 看圖說故事 你兒子跟女兒都會 對不對 所以我說AI的反彈 你要站在賣方 你不要去追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一直講 像今天這一檔股票 叫做3693吧 好像是 對啊這個 這銀邦啊 這獲利很好啊 很少有五百塊的吧 他可以到五百塊錢以上 今天收盤是 477塊半 對不對 那你看啊 又要準備下來 對這很明顯 這是一個大的頭部 有沒有可能拉上去 不可能 我跟你說年底之前都不可能 因為全球消費市場 你把這句話寫在人家牆上好了 大咖的叫中國大陸 他們現在股市夭夭欲墜 房地產已經全部垮掉了 你就知道那個財報 全世界的大廠都要往下修的 這是必然的 好現在我們要進入主題了 為什麼老船長很擔心 測標我寫差不多了 各位要去看喔 大盤喔 我昨天就跟你講 我說啊這個再漲 也是有限 他如果不小心 注意喔 不小心漲超過這邊一點點 你也不要相信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個頭部很明顯 對不對 那你說老船長這邊是底部 我告訴你這裡絕對不是底部 底部呢 這個部位喔 它應該往上一點 結果呢它還跌破這裡 好啦 算你勉強過關好了 結果你這邊呢 居然還跌破這裡 一波比一波低 對不對 高點也沒有過 這個就算過了我告訴你不行啦 因為這個地方已經很明顯了 這不是一個底部 看哪裡最準看這裡 這個騙不了人啦 各位觀眾 這是量 有沒有量 沒有量 沒有量叫什麼頭 叫空頭 那現在是空頭的反彈 我給你看大盤喔 來 從我們的指標來看 所有的會員朋友 也請你跟我同步喔 來 這是大盤對不對 大盤短線翻多今天第三天 沒有錯 從指標來看 短線台北股市本來就是多頭嘛 來各位看 那這一段本來就是多頭嘛 短多有沒有錯 沒有錯嘛 這個短多造成了什麼 造成了 有空頭大老書啊 舉白旗投降 要做多了 那你之前這邊跌的時候 跟人家說要跌幾千點 那是講好完的啦 隨便講講 而且觀眾會忘記 觀眾是豬腦袋 不好意思 我會記得 對不對 你叫人家把股票 全部賣光光放空 結果怎麼樣被嘎死 結果賣在阿呆谷 現在要做多了 完全沒有職業道德 錯你可以承認錯 你知道我前面看得太離譜了 我現在做一個改正 對不對 不是啊 硬拗還偷偷的弄 所以這個是一個短多 造成怎麼樣 空頭老書先舉白旗投降 還有什麼呢 我們休息一下 不要走開 古海茫茫茫茫茫 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穿帳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位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您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好 我們把這個系統調成一個 短線的操作模式 就是因為現在的股市變化很大 你不要說它現在翻成王冠紅了 短多了穩了 沒有這一回事 你聽得懂嗎 它就像大盤 這邊 各位看清楚 它現在來到這邊 是短多 它可以往下跌 跌一跌又變成王冠黑 然後再繼續跌 這個機率是非常的大 大家要特別小心 這個禮拜五要公佈 10月份的營收 那你去想AI裡面 有沒有10月份營收 是不好的 我告訴你一定很多 那台北股市整體來看 這完全是沒有量的一個反彈 所以這個反彈結束之後 這個盤應該還會再下 那盤一下的時候 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我以前常講 那個電影院 失火 有的時候真的不是 看電影的人 真的不是被燒死的 而是被踩死 什麼意思老船長 就是一失火 大家很緊張嘛 因為電影院裡面很黑 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有老若婦孺在裡面 是不是 那要跑的時候 哇 尤其以前那個電影院 那個階梯走道都設計得很糟糕 大家怎麼 一波風往外跑的時候 不得了 以前的電影院 是人是怎麼樣 摸摸洗 現在看電影的人很少 要跑 大家還可以怎麼樣 很疏散的跑出去 以前不是 全門往外擠的時候 一堆人被踩死 尤其是小孩還有婦女 各位懂意思嗎 老船長這跟股市有什麼關係 就是當這個盤 短多結束往下走的時候 我一直認為會往下走 是因為這個盤沒有量 你也可以跟老船長對賭 你如果認為沒有量 這個盤就會上去的話 那我也是給你拍拍手 對不對 這種東西 你去看歷史 不會發生了 因為這個叫大盤 這個叫加權 它不是個股 個股的話 還有短線主力操作 座駕什麼 那個用量來看不是很準 大盤用量來看是準的 這樣你懂了吧 所以很多東西是觀念的問題 你要跟老師學 你要學得很精 你要跟對老師學 好 那這個盤往下的時候 什麼股票最危險 哪裡人多哪裡危險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電影院失火 對不對 那現在所有的成交量 都集中在AI個股 你去看 台北股市 我昨天就講 很多股票 它一天的成交量不到100張 多一點的 注意 是幾百張 能夠上一兩千張 你這次股票有量 但是你看看今天一個偽創 就20萬張的量 表示什麼 台北股市的投資人 他們只迷信AI 他們相信AI一定會在大漲 然後昨天網路 開始就有分析師出來講 說這個AI要開始反攻 這個地方不能再賣 所以你把所有的節目都看完了 只有一個烏鴉嘴 臭嘴 叫古海老船長 跟你們說 差不多了 老船長我還沒有解套 我的AI還早 我說過 那是你們家的事 這個市場不會管一個投資人有沒有解套 我有時候 不知道要怎麼樣跟投資人講 有些投資人他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他認為了他解套才要賣 你周圍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這樣 對老船長 那你買了股票都可以解套的話 這個世界上沒有窮人 大家都來做股票就好了 也對老船長 那誰會講真話 今天不是說股票有這個量 你看 再給你看一次 對不對 今天這個有量要上去 沒有錯 老船長你不是說量很重要 對啊 沒有錯 問題是大盤沒量 對不對 像這種主流股量大集中的這個類股裡面 你要尊重的是大盤 大盤不好 這種股票會殺的很兇 各位回想一下 這一段 這一段 AI殺的兇不兇 當然兇 可是你看大盤談這一段 AI漲的兇不兇 我告訴你不兇 你仔細看 這是大盤對不對 好來看 2301就好 有像大盤這樣嗎 沒有 2356 沒有 G加2376 沒有 廣達好一點 有一點點 對不對 那今天的偽創 好一些 是不是 所以你就要去想 這種帶量的大族群 大盤這樣子在談的時候 他還可以在那邊要談不談的 就表示真正的主力大咖 都已經走了 剩下就是當衝客 散戶 今天很多人進來衝 你收盤以後 你去看就知道了 大概可以看到台北凱基的影子 對吧 他收盤又一百塊以下怎麼辦 明天一跌不得了 這二十萬張全部套牢 偽創拜託你明天不能跌 拜託一下 不然這二十萬張怎麼辦 所以你今天收盤去看所有的節目 大概只有我一個烏鴉嘴 其他全部都看好 他們是長就看好 疊就看壞 疊就不講 這是台灣的頭顧老師 絕大多數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看節目 你要看對節目 麻煩你把這一集 幫老船長轉發出去 要不要按讚 那看你個人的修為 我講的是真話 對不對 今天偽創誰賺錢 再來一次 收盤收這裡 對不對 這邊全套牢 然後買哪裡會賺錢 你告訴老船長 扣掉手續費 只有開盤這邊買的人會賺錢 是不是 當衝客很多 在這邊買完之後 對不對 然後尾盤認賠 多的是這個爆大量 看到沒有 最後一盤都有量 好 那我剛來錄節目的時候 美國的道琼 拉斯大期貨都是小跌的狀態 我覺得美國股市也沒有什麼理由漲 你看美國的經濟一塌糊塗 大家都在賣美債 廢話你不賣別人賣美債的價錢 就掉下來了 對不對 那跟美債什麼殖利率根本沒有關係 我有一集我可能會專門來講這個 很多老師在節目上講美國公債 講得胡說八道 什麼殖利率在深 很好神經病 你就去想一個東西大家都要賣 它的價格就下來 這個產品絕對是不好的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去爆這產品絕對是虧損的 那中國大陸它當然要賣 它持有這麼大的美債部位 它不賣它豬頭 對不對 那你看美國它現在要舉債很困難 因為美債的價錢一直在跌 那美國要再發行公債 誰要去買它的公債 大家去想這個問題 所以它一直拜託中國大陸去買它的美債 就是它還想要再怎麼樣 發行新的美債 對不對 它現在又要打烏克 又要幫忙 又要幫忙以色列 我看它焦頭爛額 然後又要選舉拜登的民調又落後 川普這麼多 所以美國也是多勢之秋 第一大第二大消費市場都是一塌糊塗 所以你一定要保守 盡量啦 我說盡量你要遠離電子股 因為電子股就是人多的地方 那人多的地方 在這個時候你不要去 因為大盤無量的怎麼樣 在反彈 反彈結束了 如果你們想投資人倒楣一點的話 這裡比這裡高 這裡又比這裡高 那表示明天就下去了 然後它不小心上去一點 我覺得也沒什麼意義啦 因為這邊已經先破過底了 而且你這邊怎麼樣 整個反彈都是沒有量的嘛 所以這一個大頭部 不可能解套了 現在這一塊等著往下走 這邊又是一個頭部 那這個整個加起來 幾乎是怎麼樣 一二三四五六七 超過半年的套牢量 開什麼玩笑 對不對 再加上世界上有這樣的戰爭 戰爭就是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好不好 手上有AI的朋友 你來找老船長 我教你換成非電子股 你聽得懂嗎 換成非電子股 願意做這個嘗試的人 你打電話 那不願意 你還要一直抱著AI的 我就不勉強你的 好不好 五四三二一 歡迎你來電 我們明年同一時間再會 拜拜 到現在